再大的厂商的假货也不如再次的厂商的正品 上个视频说到了 从拼多多买的这两条内存 商家跑路 海盗船官方鉴定为假货 只能联系拼多多平台客服 客服态度还是挺好的 大概过了一天吧 给我反馈 他开始问我的诉求 我说退了就可以 哪怕少退点也行 后来我看上个视频的评论区说假一赔十 这个没必要 今天拼多多客服跟我说 要提交审核 大概是一到两天 没想到两个小时审核就通过了 一会儿来快递 把这两条内存发回去 我昨天买了两条金士顿的 从包装到内存的名牌印刷 正品和仿帽的还是有挺大区别的 关于那条内存 回头我再做视频和各位分享 我估计那个商家应该是跑路了 这个钱应该是拼多多平台给我退回来的 各位以后在买电子产品的时候要注点E 从拼多多 我之前从拼多多买过一个苹果14 买过苹果的笔记本M1的都没问题 但是那两个都是白衣补贴 这两条内存的商家不是白衣补贴 是普通的 当时也可能是忙 要不就是我想买海盗船的内存 但是没有白衣补贴的商家 所以说买了这家的 还是老老实实的买金士顿 虽然我之前用过很多条金士顿 想换个花样 没想到还没换成 美商海盗船 它的品牌在国内口碑并不是很好 但是它毕竟算是第一线的 但是它在国内的假货太多了 一不小心就会中枪 像这种电子产品 在拼多多买的话 最好还是认准百亿补贴 这样更有保证 商家也有所克制 这两条内存用了半年 其实没有啥问题 就是最近总出问题 看来是稳定性有问题 通过昨天我测试金士顿那两条正品内存 和这两条内存一对比 我发现一个规律 再大的厂商的假货 也不如再次的厂商的正品 或者盖板的正品 当然这里不是说金士顿是盖板 哪怕是再砸牌的 只要是正品 我估计都比这两条假的海盗船 要有保证 好就分享到这里